大家好,今天是8月22日 回到明鋪鋪上賣新激的時間 看到外圍的股市都是從高位回落 今天和大家去看看DES 德國法蘭克福指數 你見到它在8月初的時間 曾經衝過上去 在8月16日衝到最高13,970 亦都遇到阻力 而阻力亦都是由今年年初1月5日 當時最高16,300 引伸過來的阻力 去到8月16日之後 它不能夠承接 甚至乎我們認為它是不能夠突破 去到8月17日一棍就跌下來了 上個星期叫做反覆偏遠 來到今個星期 今日一開的期貨叫低開 13478 在技術面上 我們看到它暫時來說 都撞不穿阻力之下 再加上外圍 你見到美國聯邦儲備股 會有機會再進一步加息 令到股市繼續跌下去 美元向上升 暫時來說DES都是弱的 現在正在做13506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彈高一點 我們採取一個高估的策略 短期內你要再破13,970 你看到14,000以上 這個機會就不大 看看DES會不會彈上接近10天線 去到13,700左右 我們仍然都是採取一個高估的策略 看走勢上面 後市應該是 跟港股或者美股的做法都是一樣 看它彈高的時候 我們都是高估 然後下望是哪裏 下面30天moving average 13,300左右 13,377 再深一點的 落到13,224 50天線 但現在看看它能否彈高一點 今個禮拜開出來 彈高一點 在高位置去put 會比較好 退場位就應該用13970 就是這樣 好嗎? 今天就這樣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